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克职业生涯 五大决定带队时刻 作为史上最精彩BO5 飞克发条成为关键 2016年全球总结赛半决赛 SKT对战Rose Tag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进行到42分钟时 Rose Tag凭借三条火龙与SKT斗的难舍难分之际 双方又在远古龙处爆发团战 老将奔进拿下关键巨龙 与此同时 飞克发条一记完美大招直接秒掉敌方升幅 这直接导致Rose Tag团战崩盘 最终凭借飞克的出色发挥 SKT一波拿下比赛 打龙的速度 Pina有没有机会 这个时候有没有赛根 Pina想抢 想抢 能不能抢到 掉过来 一拳呼 曼仙 没抢到 没抢到 Bernsey拿着很大龙 发条发条发条了两人 过时就被秒了 Grela也是一丝血 Pray跑不掉了 那是一个S 那是一个S Bernsey这边粘着Zive 发条 这个时候发条的大招直接几乎是拉死了两个人 然后这两个人直接黏住你的上台之下人在中路 你拨到 依旧是飞克的发条魔灵 一万经济差上演完美大招 2017年LC开春季赛SKT对战KT的第二场比赛 24分钟刚刚拿到大龙男爵的开技便先手进攻 然而侧翼隐藏着一位杀手 凭借忽宁与沃夫的大招衔接 飞克闪现过墙 一记震荡波直接大中四人 爆炸的伤害从天而降 瞬间将开技四人秒掉 这一波操作更是引起解说的欢呼 开心拿了吐龙的反手过来直接把他W 闪现了一个W强流杀你的坦克 这一波非常突然一个大招 人家就不是开始我们说的那个拉五颗吗 拉四颗这一波太惊艳了 炮开起游梦想跑但又被勾了 就不定在卡下 最后沃夫也夹过来 炮直到走不掉 把钱给烧了 瞬间溃败 我觉得这一定好绝望 魔王降临 大招一拍五 2019年MSI继续赛SKD对战击突的第四场比赛 比赛最精彩的要数19分钟的中路团战 此时的SKD经济人头双双落后 就在这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 李格塞拉斯一闪大招直接拍回五人 后续队友跟上输出 打退击突中将 而李格这把操作更是尹得解说 惊呼不已 这个地方有一点的危险 反手一个大招 艾西开始射 但是好像不没有什么伤害啊 刚才飞可第一时间不在 哇 这部塔姆打得非常好 塔姆绝齐 哇 李格拍回来五个五个 拍到了更多的立场上了之后 这一波实在是打了一波奇迹团战 伤害太高了 直接杀到了维鲁斯之后 还在继续追 Makes这个地方在被飞可追 看一下 拉是没有能够成功拉到 后续看是自己开车往前走了 绝境李香赫 你的皇帝回来了 2019年亚洲对抗赛SKT队长IG的比赛 比赛进行到34分钟 此时的SKT腹背受敌 两路高地被迫 经济落后一半 然而此刻李格再次站了出来 先行在高地处击杀则善 然后TP后方掩卫 与此同时可汗失误率先被秒 这使李格沙皇以一个人的力量 开锐整场比赛 EQ闪接大招推回三人 紧接着战装输出 宝兰与Yoke直接被秒 精神结束的宁王与李格皇城PK落败 最终李格再次过墙收获阿水的人头 这一波更是让解说一口同声的说出 绝境李香赫 而且德赛交TP过来了 下路的纠集大兵 已经是在锤对面的门崖塔了 但三皇一走就 一个人在顶三个人的压力 就往后再拉一下 这个位置虽然被留住了 但是中路的超级兵也是进来了 德赛这波有点上头啊 其实德赛这波跟队友的联动 做的不是很好 队友如果说上路兵线进来 在推上塔 做这些行为还是有错的 勾索又踢到了 这个位置延区稍有点危险 队友过来帮忙解围卡莎 而咱想杀可安 杀可安这位置没有人和宝贝金 直接死了 这一棵勾断的小屁闪现过去 被动抢戒 杀可一个回车队 亏了三个人 在这个位置杀可山好高啊 把对面 把S的后排全都秒掉了 拧过去打贴身战 但也被杀可戳死了 而且杀可还要追 一个一颗标译两下平A 绝境李香赫 我们真的是 齐鸡绕后 唯一本期第一位的是 S7时期的李哥 作为李哥最艰难的赛季 各路豪强汇集世界赛 李哥独自一人扛起凯瑞大旗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 S7李哥那一幕幕带队逆转的比赛吧 EDG这边考虑到SKT能直接转大龙 所以没有打 EDG也是有所地方的 这个必须要 不能被对方交换 也不要小心 原来被开到三个人握 八条大招 我的天 这一波SKT在 非常难的情况下 还是打了 已经死起来就看能分手 还是太好了 只剩下IVO1又吃了一个Q技能 哇 这里没有技能 回马枪 不过这一波的话还是不好说 他的规矩 Q技能 大招的忽尼 正面富有了一个翻证大招的 牛和的镜头 从旁边逼出去了 忽尼又一只大招 吸了一口血量 正面 Max Laura 哇 这一波Max Laura 镜头的位置有点太深了 反倒是 Faker 塞进过了一个第一次 往前提区整员 这边来的是SUMMER Faker来了 大招的王 一个直接被打掉 一个大招的击 另外一边被眼跳起来 先杀了PO1 阿玛瑞一个Q技能 骨力进队起后 SKT逆进走 又打出了一波 0块4的交换 但塔下还有兵啊 刚好Q伞直接抓忽尼 被动打出来 1 应该要不要吃橘子 不吃 忽尼判断一个 Let me 炒谱过来的时间 解掉炒谱 这边一个减速 有没有下个大招 上位 又下个大招 被扭掉 下团队下英雄登场 闪现了一点 哇 但朱妹被英雄登场给击备以后 Faker又是一个正义充全 把马拉雅过给换掉 脚蛋是要打 马拉雅过来了 现在正面是一个三打二 这的话也是 可以有足够的AOE 几业清兵 闪现大招 露乱身上 强杀过来 马拉雅过来的指定非常的果断 在英雄登场飞起来 落下之前果断的杀将人头 但是这边 马拉雅过来的前来有点危机 被Baker触碰到 被Baker关掉了 而且其他两个人被打得非常的残 想要抓下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直接飞了 闪现交代 跟闪现一技能恐惧到 这边一个大招 闪现了他赢打 弹出了一个Lemi的NAR 马拉雅过来的最后一架塔 英雄登场 Faker过来了一个场所 那哪有没有吃到塔的伤害 有机会吗 这边被Q竟然给钻死了 Faker还是那个英雄啊 LENK也过来了 一个Q 摩顿挡掉 但是挡不掉爆破酒头 马拉雅过被炸了 但是中路这边 有没有机会抓一下 一技能上去控到 小五狗给输出 但是伤害不够啊 这波TP Faker还要交来守护中塔 怎么蓝料的 闪现出来想控制 但是直接交闪 这波 Faker还有一段路 小狗拼命的射 但是这个位置不成好 而且小狗是直接被带走了 想杀变 一个英雄登场 再次是击飞了 曹凤道 能不能打出 最后下输出 给了下一个盾 这一波 SKT利用大龙逼迫着RNG过来打一波 不能接着团战啊 两个大招都扛不住 对 出了 这边又来了一波 但是只是限制到大尔 而且皇子大人家来不过这个大招 哇 这一波皇子没大 只是把HUNI打残了 有点伤 那塔下的经验要亏一点 闪现过来拍 拍到一个盲身 EQ挑起 哇 麻辣效果这一波被HUNI的闪现大招 加上控制直接给控制 而且Faker直接原地脚TP 胜过去也不敢断 这边上去断的话 皇子跟娜尔再进来 胜也要死 踢到墙上 想打一波COMP 但发现加掉的速度是 小五伤害很高 英雄登场逼出来 英雄登场降低了一个伤害 不然这边HUNI是直接被一炮轰死了 是 这波下路是直接要来越了 剩的话有可能逃不掉了 吃到EQ 这装备是比较可以的 但是一个W 这边拉一下 PIMAT很肉 有一双人色巨株加一个 熔渣巨人加一个大招待 确实太肉了 是 直接原地叫了先锋之夜 有鹿的伤害 马拉香菇蹲在一个眼上 香菇快走啊 拖了一下眼 一个大招踢走 还有闪现在等 加里奥总 闪现操作 香菇 这里一个边扬 给了一个对手的打钩 闪现到草丛里面 摸眼 香菇 EQ 瞧到被人骗着小动物 香菇死了 而且进场的内面位置也很危险 他们一个闪现过来 由于自己坦动问题 我觉得SKD不会再去追他了 牙齿障害量 有点高 这边的大楼 没有人可以靠近 贝克黏住了小虎 小虎身上是被小虎捕到了 加入闪现尔炮 虎尼闪现继续 黏住小虎 小虎被击杀了 但是这是一波决战的机会 但是打得有一点快 加里奥还躲在这个位置 小虎要非常地小心 续着一个大笔 没有用 大笔 快到了三个 宝石的大招 这边黄子说过来 上来非常高 小虎没有死 但是正面UK的速度 先被贝克给限制了 但是他还是收掉了小虎 UK在逃亡 这里纳尔 圣给一个大招 小虎脚的一个闪现 圣可以拉回来 但是后面的宝石也被处理掉了 只剩下两个人 纳尔已经粘上来 粘到小虎身上 小虎倒了 小虎倒了 我们恭喜SKT 也把掌声 卸给今天奋战的场上的所有选手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BO5 即使 双方也是打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 是 在职业赛场上 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 DEMO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 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DEMO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评论 收藏 支持一下 如果你和DEMO一样 喜欢英雄联盟 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 收听DEMO视频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 DEMO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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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视频